针对老师的三不作为 宜蘭县教师工会理事长朱瑶玲也表示说 他认为举骑、挡车涉及到交通还有警察的指挥权 不应该是老师的权责 导师只应该负责引导学童 教师工会成员提议交通导户三不作为 宜蘭县教师工会理事长朱瑶玲表示 吹哨举骑挡车涉及警察的交通指挥权 任意挡车恐有交通安全疑虑 不该是导户老师所该负的权责 这个我必须这样说明 挡车跟举骑这个部分 因为已经这个是涉及到 这个把我吹哨 这个涉及到交通指警察的指挥权 那在这样的马路上 老师如果去任意的举骑挡车 那这会影响 这个第一个不是老师的权责 第二个会发生公共危险 交通安全 所以我必须这样说 这个老师所做的这件事情 只能做导引学生过马路 那这个依据是 依据宜安县政府所发的公文 所以就是 这个老师的建议 您的认为 我不晓得这个为什么叫做消极到户 对我坦白说 因为这个本来老师就没有权利 去挡住车子的通行 挡住车子的通行 依国家的法令 这只有警察才有权责 在特殊的状况之下